现在来到了江苏 把两个车子都开过来了 这次来江苏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拖瓜给卖了 这边来到是那个老丸丛房车 初一他们弄的 然后准备把这个车子给卖掉 之前一直是在家里 端午节过后的第一天 就上了高速过来的 然后这个拖瓜呢 是用板车拖过来的 我是开前面那个车子过来的 现在这个CE已经不能开这个拖瓜了 需要那个牵引自治 那个驾驶证也不能开了 所以就只能把这个车子给卖了 忍痛割爱 昨晚到的 然后晚上睡到这个上面的 初一他们这里面有20多台房车 都是自己收购过来的 那边那边场地也是初一他们已经租下来了 整个一楼租下来了 就准备专门坐这个二手车 今天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子 衣服录好了准备洗澡 但是刚刚发现没有水 等初一他们过来 我接点水再洗澡 昨天晚上本来洗的 也是因为没有水 这个车呢 这个车呢是有电视机 冰箱 然后洗衣机 空调 热水器 那个 残暖也有 残暖除暖也有 然后这上面是两个吊柜 这里一个吊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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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子在我们手里呢 只开了 之前是从合肥开到我们楼底 然后大概不到1000公里 然后又从楼底开到江苏这边 是1100公里 中间楼底转了两次 所以说这个车子在我手里开的里程数的话 也就2000多 2500不到 就 但是在我们在这个车上呢 大概也就生活了将近一年吧 我们这个车只能是 20年的10月份上的牌 现在是 22年的6月份 再有4个月呢 就是2年 现在除以他们过来 这个车今天是要出的吗 这个车今天是卖掉了的吗 这个是刚回来的 刚回 刚收回来的 玻璃没关 玻璃没关 这是刚收回来的一台车 差一点把雷尸给死 没事 再洗一遍 他们都是县级收车 专门远轮过去把他开回来的 今天找他开回来的 看一下他们的车 收了不少车 这里面有20多台车 谢谢 with you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